财富决定了一个人生活的质量而善良决定了一个人人格的高度 本期大课看情文话题 当自行车撞上宝石节后的故事 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名叫卡丽姆的12岁男孩 这一天他收到了梦寐以求的生日礼物 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他在商店的橱窗里闲置了很长时间 许多男孩都饱含渴望 看着商店橱窗里闪闪发光的运动自行车 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说 拥有一辆自行车实在是太容易了 但对于卡拉姆来说 拥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是一件极度奢侈的事情 卡拉姆的家庭非常贫穷 父亲也在疾病中死去 只剩下母亲和自己相依为命 当卡拉姆即将迎来自己12岁的生日的时候 卡拉姆的母亲艾居尔决定购买一辆自行车送给儿子做礼物 哪怕这份礼物需要他同时兼职几份工作 在卡拉姆生日到来的那一天 母亲拿出积攒了半年多的积蓄 为儿子买了一辆心爱的自行车 卡拉姆高兴坏了 虽然这辆自行车不是那么完美 但他依然非常高兴 并和小伙伴们相约第二天去骑车比赛 然而第二天 在比赛过程中 由于卡拉姆车技不够娴熟 撞上了一辆昂贵的保时捷汽车 汽车尾灯部分已经被完全撞坏了 自行车也变形了 卡拉姆惊恐地瘫坐在地上 害怕地大哭了起来 这时候车上下来一位西装革履 风度翩翩的男子 当男子询问卡拉姆怎么撞上的 卡拉姆表示是自己没有及时刹车 对此感到非常抱歉 当男子打电话联系修理公司 卡里姆听到了高昂的修理费用 明白自己不仅要是巨星爱的自行车 还需要支付一笔高昂的修车费 想到这里小男孩眼泪又开始掉下来了 车主让小男孩写下地址和联系方式 表示明天会找时间过去 找他的母亲助理这件事情的 当母亲听到卡拉姆的遭遇后 开始掩面叹息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第三天 一位男子推开了卡里姆的家门 面容憔悴的母亲 不敢想象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门口站立着一位穿着精致的男子 身后还有一辆全新的自行车 然后他还一脸微笑地表示着 这辆自行车是送给卡拉姆的 汽车的修理费他自己会解决的 爱聚而眼眉痛哭 对车主表示非常感谢 原来车主名字叫做优福 卡里姆的经历让他想起了小时候 母亲也是为了他辛苦了大半年 才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 优福希望把母亲教育他的善良和爱 传递下去的 因为一个人的财富终究是有限的 只有爱和善良 是世界上永久流传的东西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